属灵心堂之耶稣代言人 你们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 在教训上要正直、端庄 提多书二章七节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 我们也自然成为耶稣基督的代言人 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必须发出耶稣的光芒 我们的言行举止日常运作 都需要严格遵循耶稣基督的教导 因为一旦我们没有好的行为 好的见证的话 就会成为人的并购 保罗要我们凡事都显出善行的榜样 所以我们必须在任何的事情上 都发挥出爱的本质 尽能力帮助有需要的朋友 保罗也要求我们在教训上要正直、端庄 当我们信仰生活都带着美好的见证与善行时 也意味着是丰收福音果子的时刻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进入我的生命 让我的人生能够散发出你爱的光芒 吸引更多的人来追随你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